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医师 如果你很不幸 被一个重物撞击 造成你的神经瘫痪 你也有可能 因为高血压 糖尿病 造成严重的脑中风并发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可能你从小小的不注意 到突然间医生告诉你 你得了癌症 所有的科学家 所有的医师 所有的心理治疗师 所有的团队 都会把一些以前没有办法治疗的重大疾病 寄忘在细胞治疗的身上 背伏部在107年9月 公告特管办法 已经里面的副表3 列入自体的免疫细胞 自体的周边血干细胞 自体的母髓兼职干细胞 自体的脂肪干细胞 以及自体的纤维母细胞 还有我们的软骨 自体的软骨干细胞 为合法师做的6项细胞疗法 包括癌症及细胞再生 都在纳入范围之内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免疫细胞疗法 所谓的免疫细胞疗法 就是我们身上的白血球 所衍生存出来的一切杀手细胞 所谓这些杀手细胞 必须经过一个叫做速突细胞的媒介 去认识癌细胞的抗原 把它的抗原特征 整个copy好下来之后 到我们的淋巴系统 交给由T细胞衍生出来的杀手细胞 让这些杀手细胞有辨识癌细胞的能力 转而再来回头做第二次的对癌细胞的攻击 会比第一次我们自己自然体内的自然杀手细胞 更加的专一性 更加的有力 那么做法呢 很简单 如果你是被医师判定为适合的族群 你就必须先要抽血 一针的免疫细胞治疗 需要抽30到50cc的血 这个血呢 我们送到实验室 至少要增值到1000倍以上 有10亿颗以上的杀手细胞 再将这些具有疗效以及抗原抗体专一性 非常的准确的杀手细胞 再回溯到你的体内 让它产生对癌细胞的攻击 让癌细胞自我凋亡 那么卫福部对于这个免疫疗法 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第一个实验室 生计实验室 它一定要有通过卫福部的优良组织规范的认证 我们叫GTP的规范认证 而且每一个GTP 只能规范一种的细胞疗法 这是液态蛋的出身筒 就是细胞液态蛋的出身筒 这比较专业的仪器 是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很贵重的仪器之一 第二个 所师座的医师 一定要上过16小时的专业课程 那么师座的场所也要通过卫福部一系列的文书审核 包括你的医疗院所是不是符合他的规范 你有没有适当的人员 你有没有适当的团队 你的操作能力 你的无菌能力是不是符合他的规定 所以这些在严格的掌控以及规范之下 希望这些能够带给病人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治疗环境 接下来我们讲到干细胞 卫福部合法的干细胞施作叫做自体干细胞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我们以前很多没有办法恢复的疾病 比如说神经退化性疾病 神经损害性疾病 包括中风 阿兹海默症 小浪萎缩症 巴金森氏症 这些过去在医学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没有办法超越治疗的疾病 未来我们都寄望在自体的干细胞治疗 所以自体的干细胞也是要取自己身上的组织 来做实验室的增值培养 我们至少要培养到1亿科在输回体内 让你的细胞被破坏了之后重新再生 各位知道重新再生有多么重要 我们人体已经分化到这个程度 几乎是没有办法再生 我们不像小婴儿一样 那么多的干细胞 大家知道各种生物 从受精卵最简单的细胞 演化成到我们的成体 几百兆个细胞 它经过一段时间 这么样已经分化完成 我们的个体是没有办法 回到你小时候那种 干细胞分化那么旺盛的情况 直到十几年前 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师科学家 叫做Yamanaka Sinha 他发现了我们体内有四个逆回转 叫做逆转细胞基因 这逆转的四个基因 就是掌控的抗老回春 细胞的再生的重要关键 他从我们体内两万多个基因里面 筛选几千到几百到几十 到最后找出四个重要的基因 我们可以从你自己身上的皮肤 取出细胞 再由其他的暖子取出这四个基因 把这个细的基因 用病毒或是基因载体 载入到你的细胞核内 让你的细胞利用这四个逆转基因 制造出来很多你身上的组织及器官 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制造你的 你的膀胞来制造你的肺脏 来制造你的卵巢 来制造你的气管 我所讲的这些都是已经在国外 也利用3D列印所制造出来的器官 过去膀胱癌的病人 因为膀胱拿掉他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排尿 所以膀胱癌的病人只能接受保守治疗 现在的膀胱癌的病人 我们可以直接把膀胱拿掉 利用3D列印及细胞逆回转技术 重新制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细胞制造出来的膀胱 再植入进去 哇各位听到这个消息 是不是非常惊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体干细胞 以后要在未来跟大家人类产生一个爆发性 突破性革命性的一个治疗方式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应应期盼 未来如果我们年纪老的时候 这些疾病都可以掌握在人类的治疗身上 所以干细胞技术的出现 许多的科学家就预测 未来50年 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跃积到120岁 甚至于150岁 这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所以如果万一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 有这些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 包括张医师刚刚讲的癌症 神经性损伤疾病 中风或是外伤性的疾病 严重的影响身体的机能 比如说已经瘫痪 神经退化 这些以后都可以寄望在细胞疗法的身上 所以今天很简单跟各位提到细胞疗法 也希望张医师跟叶明公前副组长 这一段的访谈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 一个震撼的新的讯息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一个新的尝试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想知道的资讯 请在我们底下留言 或是留言到张医师的email 我的email 欢迎你在张医师的email留言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来跟张医师讨论 有关细胞疗法的各项问题 订阅 按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